大家好,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一年,我们很多人变成了围着锅台传的人 这个周末我们多伦多又有第二次lockdown,所以能干什么呢?只能在家继续做饭 所以我今天打算做一个Italian Meatball,并且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我之所以不爱做饭是因为我觉得准备需要很长时间,有这样的时间干点别的不是更有意思吗? 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大把的时间 先来一磅牛肉馅和一磅猪肉馅 这样肥瘦正好,然后再来两个鸡蛋 把它打匀 然后呢,合到肉里 加一些面包卸在肉里面,可以让它松软一些 这是抗议买的一次性手套,这里可以用上了 做意大利饭不能少了蒜和洋葱 把切好的蒜和洋葱倒进肉里,然后再加一些Italian seasoning 加了Parmazon cheese 新鲜的Parsley,然后呢,把它切切碎 换一副手套 再来第二次揉肉和香料 继续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肉丸子 在每个肉丸子里面放一小块起司 用的是这种chella cheese 所有的丸子都做好了之后 在瓶锅里放一点油烧热了 然后把丸子放进去煎 煎到两面黄了为止 大概一共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吧 煎到两面黄了 煎到两面黄了 煎到两面黄喇叶 煎到三面黄Х 煎到三面黄了 煎到两面黄了 煎到两面黄�出 两大瓶那种从店里买的现成的spaghetti sauce 倒在这个大锅里 先用火烧热它 然后把肉丸子一个一个放进去 再拧小火 出锅了 哇 好香 每餐结束 一共大概花了我三个钟头 不过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饭后出来走一走 天很好 蓝天白云 就是风有点大 突然想到今天是11月28号 离年底还有一个月零两天 2020年真的不容易 每一天好像我们都需要操心 就在这剩下的一个月零两天里 还会发生什么呢 肯定还会有一些大事情吧 只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健康 平安 然后呢 明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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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观看